怎么去除扁平油 李平皮肤科主任医师 扁平油它也是一个常见的皮肤病 它是由人体乳涂瘤病毒感染引起来的 它主要好发于面部、手背 当然躯干四肢也可以见到 这个一般也是多发于青年人 所以说原来有一种称法就叫青年扁平油 它这个皮损表现顾名思域它就是皮损 一般就是扁平的丘诊 它是散在的 可以单发可以多发 一般是面部比较面颊部比较多见 再一个手背 这两个部位就是最常见的 这个扁平油它病毒感染 一般来说牵扯到病毒感染的 都是比较基础的 没有一个特效的 但是治疗方法还是有的 可以局部一般来说单个的 如果说鼓起来刺激时间长了 上面角化的 还可以是采用像物理治疗 可以用液氮冷冻 液氮氮冷冻治疗 也可以用激光 二氧化碳激光治疗 这都可以取出 如果多发性的 我们一般来说不太建议用这些 微创呀 或者有创伤的治疗 你害怕 你做了这些治疗 后期修复的时候 毕竟还是有一个色沉的 这个在里边 所以就说可以外用药 像用一些理论上 就是效果不是很理想 但是还是可以用 像广浦的抗病毒的 像有时候阿西洛油软膏呀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像 五罗托品霜 像干氧素凝胶 或者是泰丁氨凝胶 这些都可以局部外用 但是这个呢 也就是说用的时间相对的 也是要长一些 再一个提醒大家一个 就是说扁瓶油 它本身这个病的特点 有一个同行反应 什么叫同行反应呢 就是说你如果有扁瓶油的皮损 本身有些人有自觉症状 大部分人都是 没有自觉症状的 没啥感觉 有的人有点痒 自觉症状有点痒 他就会用手去抠 抠的时候呢 你如果抓上一把 抓一道子痕迹 它可以顺着你的抓痕 可以引起来 就长一串的皮损 我们叫串珠样改变 这就是同行反应所引起来的 所以要提醒大家 有扁瓶油 如果去长到面部 手背的时候 清洁的时候 注意一定不要去用力太过大 去搓揉搓 或尤其是 不要说有些女同志 还爱美去四皮呀 磨砂膏 这些都不要用 尽量就温柔地 清洗就行了 专家提示 一 扁瓶油病毒感染 可以局部采用物理治疗 用液氮冷冻 液氮氮冷冻治疗 也可以用激光 二氧化碳激光治疗 二 多发性的一般不建议 用微创 或者有创伤的治疗 可以外用药 用的时间相对长一些 三 扁瓶油清洁的时候 一定不要用力揉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